好 吉安乡公所呢 从109年度乡长游淑珍领队 投入公务人员课语认证 获得全国夹击之后呢 今年再由吉安乡民代表会主席 邱美云率领军代表 村长龙慧 协情名利等等的多位伙伴 力拼全国课语初级认证 擦亮吉安乡落实课语的推展 公部门身体例行的最佳典范 一晚或三 后晚或 吉安乡公所办理了110年 课语认证初级班 历经三个月的试训教学后 进入了考前充斥课程 吉安乡民代表会主席邱美云 也率队领军代表村长农会 协情名利等40多位伙伴 力拼全国课语初级认证 希望能为吉安再创佳基 因为吉安乡的客家族群 有三万多人 所以我们要响应这个 客家的文化 然后我们就参加了这次的课语认证 那我也希望在我们代表 还有黄松生代表 还有我 还有我们村长 陈延宗跟吴国前村长 希望我们这四个带领其他同学 一起把这次的考试能够跟109年的那个乡长所带领的成绩 我们也要平不要弱于他 随着防疫将至二级 湘公所也将视讯课程该以实体授课 进行考前精进培训与模拟测验 更在现场准备了多台电脑 提前让学员们熟悉应考当天的界面操作 而乡长游淑珍也以学姐的身份 到场为学员们加油打气 分享考前从此技巧 并准备了惊喜小礼物表扬全勤学员 当然今天是他们学习成果满满的日子 特别献上了全勤奖 可是很特别的请假一次的是因为呢 打了AZ没办法来上课的学员 几乎大家都是全勤奖 所以看到了我们吉安乡的学习能力 也看到我们课语认证推广学习的 这样的用心 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70分以上 能够拿到证书还可以获得 现场满满的1000块的奖金 当然这是奖励 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学习 非常好的经验 乡长游淑珍除了感谢客与新船师 中会与校长运游客与时间带动学习 也表示乡公所将会整合各项资源 仅仅每年客与认证课程 随时调整最优质的学习铺认 借此强化族群服务能量 缔造文化延绵也让全国看见吉安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道